你敢相信吗 为了追求李小冉 至今已有13人锒铛入狱 在娱乐圈 曾经有人这么形容李小冉 李小冉的腰 夺命的刀 李小冉的臀 勾人的魂 李小冉拥有令人羡慕的美貌和身材 她的名字总是和各种绯闻紧密相连 是众多男性追求的对象 1976年李小冉出生于北京的一个普通家庭 从小 她就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艺术天赋 1993年 她顺利考入北京舞蹈学院 开始了自己的舞蹈生涯 四年的专业学习 让她不仅拥有了扎实的舞蹈功底 还培养出了独特的气质和韵味 1996年 李小冉出演了自己的第一部电视剧 《保镖之翡翠娃娃》 正式进入演艺圈 她的出色表现引起了导演赵宝刚的注意 此时的赵宝刚导演 正在筹拍《向物象与右相风》 剧中的女一号 时时没有人选 李小冉的形象非常符合剧中的人物 就这样她第一次成为了女主角 在这部剧中 她饰演的角色深入人心 让观众们看到了她演技的深厚与细语 随着电视剧的火爆 李小冉也迅速窜红 正如人生中的起起伏伏 李小冉的演艺事业也并非一帆风顺 在拍摄《巴黎童话》时 她结识了该剧的投资人孙东海 孙东海有着强大的社会背景 她的生意涉及很多个领域 是娱乐圈里有名的投资人 人脉甚广 黑白两道通吃 两人第一次见面 孙东海就被这个性感有物所深深吸引 无法自拔 而李小冉也对这个富豪颇有好感 知道她是前途无量 可谓是狼有情 女有义 可谁能想到 这才是李小冉噩梦的开始 在孙东海强烈的追求之下 两人终究走在一起了 随着交往的越来越深 李小冉竟然发现对方是有家事 这让李小冉深受打击 并果断提出与孙东海分手 为了能跟李小冉在一起 孙东海选择离婚抛弃了自己的妻子 面对这样一个痴情的男人 李小冉备受感动 最后还是嫁给了她 婚后两人确实过了一段甜蜜幸福的生活 但好景不长随着时间的推移 孙东海身上很多缺点也暴露出来 经常疑心重重 怕李小冉跟男演员传绯闻 孙东海竟禁止她出去拍戏 为了控制李小冉 派人24小时跟着她 展现了她极强的控制欲 李小冉就像犯人一样 一点自由都没有 无奈之下提出要和孙东海离婚 但孙东海不但不同意 还变本加厉地控制 孙东海的控制欲和暴力行为 让李小冉倍感压抑 她曾多次试图摆脱这段关系 但都未能如愿 直到樱桃的出现 李小冉才终于得以解脱 2008年 孙东海再一次偶然的机会 认识了美女演员樱桃 喜心厌旧的孙东海 把注意力放到了樱桃身上 就这样 李小冉才算是摆脱了孙东海的控制 经历了这段黑暗时光后 李小冉逐渐走出了阴影 开始重新投入到工作中 2008年 她在拍摄电视剧《阴丹是零》 结识了导演樱桃 两人相互欣赏 很快便陷入了爱河 2010年 樱桃在拍摄现场 被砍成重伤 生命垂危 警方介入之后 一共抓住了13名犯罪嫌疑人 这一事件震惊了整个娱乐圈 有报道说是孙东海 指使他人所为 但因证据不足就不了了之了 那段时间李小冉陷入了 巨大的悲痛之中 她不顾一切地照顾樱桃 陪伴她度过了生命中 最艰难的时刻 不过 就在人们以为 他们会修成正骨时 两人却宣布了分手 分手后的李小冉 并没有沉溺于痛苦之中 而是选择了勇敢地面对生活 她继续投身于演艺事业 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2015年 她终于找到了 自己的真命天子 徐嘉宁 徐嘉宁是一位富有的商人 但她对李小冉的爱 却是真挚而深沉的 她愿意为李小冉付出一切 甚至不惜在公开场合向她表白 我有五个亿 你随便花 这句话不仅让李小冉感动不已 也让无数人为之动物 同年8月8日 李小冉与徐嘉宁在布鲁塞尔 举行了浪漫的婚礼 这场婚礼 不仅见证了两人的爱情 也让人们看到了 李小冉幸福的一面 婚后的李小冉 逐渐减少了工作量 开始享受与家人共度的美好时光 她经常在社交媒体上 分享自己的生活点滴 让人们看到了她温柔 贤惠的一面